且以此劝敬华严海中 这一句话说的是文殊普贤 文殊普贤这两位大菩萨 不但自己发愿求生净土 而且还劝导华严海会 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这四十一位不是四十一个人 是四十一个阶级 就是施主施行 施灰向施地 所有这些菩萨 发生菩萨 通通都跟着文殊普贤 到极乐世界去 参访阿弥陀佛 向阿弥陀佛学习 这个境界多么壮观了 这一个举动 我相信影响了变法界虚空界 所有这设法界里面的大众 他们看到了 他们听到了 那对西方极乐世界 自然就生起坚定的信心 愿心 都知道 学佛应当要求生 基督世界 这文殊普贤跟我们表演的 做给我们看的 这是大事 不是小事 可是 现前我们这个社会 有很多的人 对佛教不明了 而产生严重的误会 这种误会 对佛法 红传影响 不是很大 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最大的是 他自己这一生的 没有意愿去接触佛法 把这一生圆满的机会 错过了 这才叫大事 佛法红传 他没有时间性 他无所谓 众生什么时候得度 福都知道 而是许许多多人 在这一生错过了 真可惜啊 对佛法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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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佛法红传